國產車啊 居然出現了防水系統的問題 有一位計程車司機他控訴 三月份才買的新車 只要一洗車引擎蓋就會淹水 那麼跟車商反應卻是置之不理 不過車商表示說 車子的設計是沒有問題的 來你們看喔 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都是 計程車問講 陳先生想要好好整理 今年三月份剛買的新車 沒想到洗完車打開引擎蓋 卻發現避震器電腦行車系統上都是水 一千公里回原廠保養時跟車商反應 還被說是來亂的 氣得陳先生破口大媽 因為新裝所的祭司告訴我說 那是設計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除非要招回 做一個防水條不一樣 去新村保養 這個問題跟你們說大鬧新裝所 反應兩次都沒有辦法改善 氣不過的陳先生求助修車廠 發現是排水孔和通氣孔設計不良 排水孔當初的設計就太過小了 通氣孔不應該說跟排水孔平行設計 排水孔設計太小 水一進來都從通氣孔流到引擎 再加上電腦控制系統是塑膠 難保時間已久 車子會有問題 但是因為它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密封 有一些零件是不是會滲水 遇到水會有影響 那我在這邊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不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車廠保證安全無慮 而且全台不論新舊已經銷售9萬台 雖然都沒有出現類似問題 但車廠表示 未來會檢討這款車的防水設計 明新聞 余帆李志瑞 台北報導